我现在用两个蜡烛 看这里 你的右手边是被我吹洗的蜡烛 你的左手边是有蜡烛 我现在点灯 看这里 现在呢 你看这盏灯的火 是从这边点过去的 请问 我现在你右手边的这个火 从哪里了 跟左边的火有没有一样 答案是不一 一不一 你可以说一样 也可以说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它火的能量是从 你的左手边传到右手边 所以它就点过去了 可是右边跟左边的灯 它是两个灯 所以这叫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这叫空无自信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你不要这样理解 所以 波尔经里面还比喻 看这里 这个蜡烛 现在点 上面的灯心 中间的灯心 跟下面的灯心 上面的灯心 你现在点了 你看一直烧 烧到中间蜡油的时候 那个灯心也剪断了一半了 对不对 然后从上面一直烧到中间的时候 请问中间的蜡油从哪里来 它是上面延续而跟着下面来 可是你这个蜡油可以分上中下三段 所以答案是什么 像河水一样 上面流到中油 上油流到中油 中油流到下油 它们是连着的 没有分开的 可是因为连续的没有分开的 所以你误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蜡烛 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蜡烛也会烧掉的 烧光的 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叫空无自信 这是有一点深 你用蜡烛比喻 这是摩赫波尔波罗密经讲 它叫做火焰的初 火焰的中间 跟火焰的后 它们三个是连续的 可是它们三个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回答你说 昨天跟今天的新红丝 是不是同一样 那你要孔哪个角度讲 假如你说 昨天跟今天的新红丝 是同一个人讲经 当然是同一个 因为我是同一个真心讲经的 难不成你昨天看到是我的分身 今天看到本尊吗 是同一个 那万一两个那就糟糕了 有两个新红丝的话 那登机的时候 请问它check in要看哪一个 所以是同一个新红丝 但这是从本体跟心而去说的 绝对是我同一个真心 但是假如讲 昨天跟新红丝 跟今天的新红丝 身体上是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呢 昨天的比较不帅 今天的更帅 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的没有长痘痘 今天有长痘痘 那明天呢 可能会长更多痘 对不对 所以叫做不一不一意 是相同也不相同 是同时存在的 这样甚深的道理 叫做缘起性空 那怎么叫做体正空性呢 就是你概念上虽然了解了 可是你真正证悟到这样的话 听好有什么差别 注意听哦 真正的证悟的时候 它就会有神通 比如说呢 它手就真的可以穿墙壁 我讲个例子做总结 在入菩萨行论里面呢 吉天菩萨讲入菩萨行论 讲到呢 第九品 智慧病 空无自信的时候 它呢 就一直念祭宋 然后呢 身在虚空 最后呢 它就消失了 只听一下声音 整个大殿呢 全部都是入菩萨禁寿 人家吓到了 为什么 它从讲座上 一直腾腾腾空 到最后呢 就看不到它的身体 变透明了 只剩下声音 在讲经说法 那所有人就顶礼它 那之前呢 也有人挑战它说 吉天菩萨 你讲这么多空啊 缘起信空啊 讲这么多 真的有用吗 它说有啊 来 有一个人挑战它 站起来 它说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墙壁上 有很多的壁画 西藏有很多很多壁画 画里面佛啊 八象成道 画印度 那壁画里面 有一只牛 然后他就跟它说 你看吧 那个牛呢 牛出牛奶来了 哇 那个人呢 他就赶快叫一个人 拿一个茶杯去 壁画里面的牛啊 就空无自信地流出牛奶 最后 吉天菩萨就叫侍者 把这个牛奶 就供养刚才那个人啊 他吓了一跳 他就立刻对他顶礼 这个是代表什么 他证悟到了空性 不然我们的壁画 对不对 壁画只是画图的 你下次自自看 壁画 牛奶出来 牛奶出来 一定出不来的 答案是因为你没有证悟空性 空性的道理是真的很深 我尽量用辟语跟你讲 如果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慢慢来 佛法浩瀚如海 不要急 但是了悟空性有什么好处呢 会破除你的执着 请看讲义第91页 在part 2的第一天 我已经教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发愿 请看幻灯片 点灯与发愿是很重要的 今天 总秘书长问我 今天是点什么灯啊 光明灯 今天点什么灯呢 点光明灯 然后也点发愿回向的灯 希望我们跟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回向极乐世界 发愿能够满你的 四出世间一切的心愿 也会满众生的心愿 所以点灯的功德是很殊胜的 点灯的目的是 为力众生愿成佛 我们点灯的目的 不单单只是说 我能够消灾 勉烂 健康 长寿 然后呢 生意好一点 明天中马票 我就立刻中 当然这些世间的愿望 也会因为你的祈求 而真诚的圆满 但它最重要的目的呢 是能够为力众生 愿成佛 所以 希望你应该能够生起 亲近而且正确的菩提心 而来点灯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点灯的时候 为了我们要把 这次两次讲座 所有的一切的众生的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 所以刚才 待会点灯的时候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会敲木鱼 也会教引气 你跟着我念 然后慢慢的点 心不要急 所以 然后 那我们会先点灯 等全部灯都点完了 我才会对大家 看九十一页的发愿文 发愿文完了以后呢 才会唱诵 唱诵完了以后 再传灯 传灯的时候 念六支大明咒 那点灯的这个仪轨 就圆满了 好 那念佛的呢 念四个字就可以了 我先唱一下 你知道音调 因为念佛的音调有很多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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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这个音调 等一下 念的时候 要观想阿弥陀佛 跟莲词海会菩萨 就在宽记念佛堂的虚空 对不起 点的时候 对不起 他真的有 可能我这几天太用功了 所以里面充满了我的口水 对不起 他点的时候 你要观想 极乐世界 莲词海会跟佛菩萨都现前 就在宽记念佛堂的上空 放金色的观照大家 所以点的时候不要急 你除了点之外 也要做观想 好 那等一下 好 我得先点完 我才能敲引进嘛 对不对 我没有四指手 对不起 好 来 去手 从这里点 然后传给他们 然后你帮师傅点一盏 传给拉玛 好不好 好 请把你的灯 捧在你的心间 两个手掌的中间 请捧起来 好 现在慢慢的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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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a amin dava, а-mi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amin dava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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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бi lines hay 好 辣 辣 ha 阿弥陀佛 Ami Dauva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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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点灯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若被冷气吹到的话 你就洗掉了 这个批语什么呢 注意听 我们的心就像灯一样 若你没有界定会的功德力保护你 外面的烦恼 障缘或因缘是会影响你 让你的正念给灭掉的 随你点的时候 应该要一张手搁着一下 的确 这就是常常要护念你的心 虽然吹着冷气 冷气也可能把灯给熄灭 可是若你重新点灯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会一样继续的光明的 这个就是我要的开示 这不是我故意把灯气开很强 好 现在请打开九十一页 九十一页 然后我们先念发愿文 发愿很重要 因为透过发愿就可以把一灯 转为无量无边的灯 也可以把一盏灯变为无量无边盏 所以你应当要发愿 发愿的话就是透过你的观想 由一尊一盏灯变三盏 变五盏变七盏 变无量无边的灯 这个它就是发愿的功德力 好 现在请你捧着你的灯 跟我一起发愿 看着你的文章 好 我念一句 你跟我念一句 请把心定下来 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 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 愿灯柱仅成汪洋 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 此灯之树 一盏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愿此光明 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皆得显明清见 Om Benja Aroge Aung Om Benja Aroge Aung 好 那现在我会放大宝法王的这个点灯祈愿文 它是唱三遍 然后也念咒念三遍 所以请你就大声唱 好 也念咒念三遍 好 也念咒念三遍 就好像也念咒念三遍 约啊 宝和救人 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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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金 十尊功细 无法终 盘山山中 尽风前 父母为上 悠心中 似手 与其境 和所生 天堂 清洁 或尽头 愿与弥陀 何为义 三宝三个 终的礼物 主的 如此之 说法愿 其境 加倍 素得者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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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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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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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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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庄严 以此发愿的功德 希望我们将来发愿 连此还会愿相逢 好 阿弥陀佛 天堂 天堂 阿弥陀佛 天堂 天堂 阿弥陀佛 天堂 天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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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Buddha Amitabha 也就是他的 也就是他的静佛国土 从天空上就看向一个护城河一圈 然后有方的东西南北的门 再来圆的中间就是阿弥陀佛 这是藏传佛教极乐净土的谈成 也就是我们极乐世界跟显教士一样 只是一位众生心不同 所以他显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 好 那现在请大家背挺直 身体放松 我们观这一张 请看幻灯片 七宝池 凌花化身 心内 就是你观想 我敲一身 然后观想 你现在就在极乐世界了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七宝池 八宫得水 每一个人都坐在大宝莲花里 我非常的欢喜 然后像西方三圣跟无量的 莲池海会佛菩萨灵理 就像现在你看到的幻灯片一样 然后现在这样观想两分钟 待会敲两身的时候 看着这张图片 继续观想你在极乐净土 然后用念佛 嘴巴不要动 然后心里念佛 背挺直 请观想 现在你当下就往生极乐净土 往生只要一弹子 你就去了 请坐如是观想 莲花可以观各种的颜色 你观七宝池 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都是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是没有实体的 昨天介绍甲一 敬物门 今天看甲二 敬性门 请看幻灯片 十二页第二 敬性门 昨天讲你要先了悟 你的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同时你接下来要具足信心 信心里面 圆虹道居士是引了大制度论 假以一 大制度论说 人心中有清净的信心 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圣身的佛法 几二 信就像手一样 没有手的话 那你这个人就没办法工作 以三 信根据主有分十个 请看第一 要相信释迦摩尼佛 经口所说的是真实不趋的 第二个 要相信你的自心 本来是广大如虚空 深测如大海 第三个 要相信因果就像影子一样 一定跟着你 所以你念佛是因 一定成佛是果 第四个 要相信这个身体的神事 是永远是不生不灭的 虽然你往生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会消失的 但是你的神事可以投胎 莲花化身 第五个 相信这个五浊恶事 真的是越来越苦 五浊恶事就是杰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灼 命灼中 因为众生恶业的业与烦恼的显现 其实你仔细思考 没有一刻值得你继续待下来的 这是生起初离心 这个不是逃避的心 第六个 丙六 要相信 一切的佛法都是唯心所造的 所以我现在念佛 将来一定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第七个 也要相信 我们的念力本来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只要好好培养我们的正知正念 我们的念力本来就是很不可思议的 第八个 要相信 阿弥陀佛的大愿 跟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 这个胞胎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讲个一些往生的故事 跟大家鼓励 其实往生传是有很多 在参考书目里面也有列上 静待往生随文录 我有一个真诚的建议 假如你确定极乐世界这个法门 你真的要用功修的话 那你应该每天或是两天一次 然后看净土圣贤录 或往生的传记 看的时候呢 你去把它分析 这个人他往生的因缘果 我曾经做个工作 净土圣贤录 我全部都看完了 我曾经在刚出家 一年呢 我每天晚上看到 半夜两三点 发喜充满 哇 这个真真精彩 这么用功他就往生 那时候呢 你的信愿型就会非常的强 而且呢 你会知道人家修这个因 然后他修这个缘 那将来他一定也往生 那我照他这个因这么修 将来我一定也会往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这个功课 看静待往生随文录 或是净土圣贤录 静待往生随文录 可能对你比较好 因为往生净土圣贤录 是古汉文 除非有白话的解释 你比较容易懂 你看静待往生随文录 他有从古至今而整理的 举一个例子 唐朝的时候 有个比丘尼叫 静真法师 清静的静 真假的真 他住在长安的七善寺当中 平常呢 他就脱波为时 一天当中啊 一生当中啊 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这很不容易 得忍入波罗蜜 他一生送过多少 金刚经十万遍 每天呢 他就念金刚经 然后呢 他就念佛 他目的呢 就希望在极乐世界 我今天刚好拿到的是 金刚经实验录 其实你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五量寿经 法华经都可以 都可以回向求生净土 结果呢 在显庆五年的时候 他突然身体有一点不太舒服 他就告诉他的弟子说 我在这五个月之内啊 曾经十次见到阿弥陀佛了 而且我两次呢 亲自被蒙佛带颖 到极乐世界的宝莲花上童子游戏 那又有看到一位出家众 五度向我受祭 你将来会成佛 我读解一下 这位圣僧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以他说 我决定呢 会上品上身去极乐世界 然后呢 他就入定了 入定以后 他的徒弟呢 当然很难过 我也很欢喜 因为师父是上品上身 就帮他念佛 祝念 今日一日一夜的 二十四小时念佛以后 他的师父突然呢 就是呢 眼睛就打开来说 我回来要增加你的信心 我告诉你 我已经证到了八地不动地菩萨了 我现在一刹那之间 就片共十方诸佛啊 希望你们好好用功 将来在极乐世界见 结果那一刹那之间 他就断气了 当时整个他住的 长安城的积善寺当中 全部呢 是光中化佛 有无量无边的光明 所以可见 你真正的用功 是要很用功很用功啊 各位联友 他念十万遍金刚经 各位请问你算一算 你这辈子念几天 几遍 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才念三遍 很好 还不够 再加油 第二个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和尚 叫明瑞法师 突然呢 因为业力现前 突然心脏复发 就暴病而死 现在也有很多心脏复发的 就他看到两个穿青色的衣人 就带他去见到了阎罗王 他就想 奇怪 我一家出家 怎么会跑到阎罗王这边来呢 阎罗王就问他 请问你这辈子如何修行呢 他说 一辈子我送完了十万遍金刚经 那时候呢 阎罗王一听到说 师父 对不起 我抓错人了 你念了十万遍金刚经啊 你 这个 这么大的功德力 你继续用功 你明年就会往生极乐世界 那时候师父 弟子就看不到你了 希望你成佛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来度我 结果他一刹那之间 就回光返照回来 也因为他去过地狱 见过阎罗王 所以他更勇猛精进搞掘 感觉到六道轮回是真实的 结果隔了一年呢 他就欲知实至 坐着就去极乐世界了 临终的时候 天月明空 异乡满事 第三个故事 是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围公法师 他也念了三十多年的金刚经 每天念五十遍 哇 这个人金刚经能背 有一天 他寺里面呢 有一个他的徒弟 叫林归和尚 就出去外面办事情 走到半路的时候 奇怪就看到呢 有五六个人 想大宝莲花 坐着呢 年轻的人 衣服非常的庄严 戴着宝冠 拿着乐器 然后就问说 师父对不起 请问围公上人在哪里啊 他说 灵归法师就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啊 他顺便问他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好像从来